随着疫情的新闻11号就要开学了 在京队中用严定与台心情的面对 除了香港所有派人来做环境的情节消毒以外 好好的当人也都等起来 在好方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上市的工业准备 明天就是好好的开学日 在经过存在年载了后 大家也是非常盛意地面对这段变成新冠危险 所以在京队中就先进行年载三天的情节消毒 香港所也有派车为环境来做清销 要让学生来好好安心上课 好因应这一次2月11号我们开学 那一般开学的话学校都会做清洁的动作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学校对这一次开学的一个消毒 也就是清销的动作 我们很特别在利用开学前两天 麻烦相公所过来 针对学校外围的部分帮我们做消毒 然后我们学校的总务人员 总务处这边派出相关的人员 针对学校各个角落和场域 学生活动的角落和场域 做消毒的动作 把防疫这个动作做到滴水不漏 让学生开学回来以后可以有一个安心的一个求学的环境 提到酒精、消毒水 用手中的布在切到桌子叫椅子 到这玩意也是非常精神的在消毒 不然连桌子、椅子、电池的开关 问白手中所在也都有做到消毒的动作 在教育中学长输院员的标识 他们一定会做好让他们的进步清销 他们接新的学期到来 谢谢我们终于心底下 希望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